我們的糖現在融化了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將我們的鮮奶油加進去 好 OK 那就加入我們的鮮奶油吧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火關掉 好的 真的每一個步驟是非常的仔細的小心喔 真不愧是我們的風加奶酪酒 那我們這樣攪拌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我們的奶酪放進我們所要的容器裡面 然後放進冰箱 等三到四個小時之後你們就可以吃了